你想要敞扬在这一片漂亮的金针花海当中吗 这里可不是台东的泰玛里或者是花莲的六十淡山 而是台北的木榨 在木榨有一处农场 每年的七月份到十月初 也就是这么一片黄沉沉的金针花海 在这里呢除了赏花吃花之外 还有用豆浆灌溉出来的有机蔬菜 口感吃起来清脆自然 还能够远眺101大楼 景观非常有特色 六狗鱼金针花海边 是台北人难以奢求的悠闲 盛开于七八月的金针花近乎尾声 在美丽的花海 仍是山中初秋名元的华冠 台北木榨小山上的农庄 种植着各种花草树木 这里可以远眺101 红尘就在山脚下 而布罗蜜攀挂在树之间 小花在角落里绽放 一间间的往事里 现在进入了高丽菜和大葡菜的旺季 壮树的蔬果 喝的是豆浆 然后浸泡 浸泡头浸两个月 然后发酵 发酵之后 这里还要浸泡清 浸泡清在腰上这个汤 用泡泡鸡下去泡 难怪有人专程来这买蔬菜 这里有个小摊位 专卖青菜的农产品 而餐厅里大厨正为我们热炒金针菇 这一整桌都是素食 是农庄的一大特色 我们的菜股都是用油锅来做 不过外面买塑料 外面买碗子买什么来做 都没办法 这里还种有咖啡树 可以点一杯红西式咖啡 远眺山巒的绿意 台北人的小幸福其实不远 台北人的小幸福其实不远